不是最後一天那麼適用 因為你是擔心家庭長大的 所以說你很少有機會 跟爸爸去旅行什麼的 那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裡 對 那今天呢 我就特別買了兩個 偷偷買小的這個盆景 因為剛剛看那個大園 好像滿喜歡的 而且他平常又在種這種小盆景 那因為這次看到大園 就像看到自己的女兒一樣 所以說我想特別送他一份小禮物 讓他驚喜一下 這是我自己掏錢買的喔 這不是... 這不是什麼製作單位安排 然後製作單位花的錢喔 這真的是我自己掏錢買的 好不好 然後被老闆做那個 老闆 老闆整個價錢怎麼沒撕掉 哈哈哈哈 哈哈哈